我们身在现前这个社会 众生可怜了 太苦了 怎么来的 地球 严重的染污 大地被染污 农药化肥被染污 土地有毒素 水之云被染污 树木花草 所有的动物被染污 空气被染污 有同修告诉我 有老鹰在空中飞 无缘无故的 从空中掉下来跌死了 还吐血 我想这应该是空气的任务 或者是他吃的东西 饮食的任务 佛在这个境上告诉我们 饮苦是毒 半个世纪之前 我们念这句话不懂 总认为佛说得太过分了一点 今天来看 一点都不错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 讲那些话 就是讲现前的世界 每个人都想保护自己 能保得住吗 这些念头全都是妄想 还是把身当做自己 如果真看破了 你不用保护 那就真的保护了 为什么呢 你心清静的 经教上常常告诉我们 清静心 不受两无 现在医学上的名词叫 免疫功能 清静心 是免疫功能 什么毒都不会接受 染不上 你要常常照顾自己的身 那你这是一个媒介 就染上了 你亏之大了 所以你都要看破 一切顺其自然 端正心 遇到这些痕连来的时候 怎么办 你就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灾难都快 都化解了 这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句佛号 是摄放三世 所有一切如来的心咒 那个力量都大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慈悲心 能解读 真诚慈悲 你看 你不会受到感染 纵然感染的时候 自然它就化解了 福这些话 我们信不信 有十分信心的人 他就得十分利益 有两分信心的人 他就得两分利益 与佛不相干 完全在自己决定 我要几分的利益 那你就有几分的信心 自己决定 不是别人决定 佛菩萨不给我们做主 上帝言论王 也不给我们做主 做主的是自己 不是别人 所以佛才说 一切法从心下散 就这个道理 这一时太重要了 我会想到你